大家好 今天我来分享一下我中学那么多年 中学生涯的一些经验 首先我想说一句我们学校的名言 不要问拔税给了什么 你问一下你给了什么拔税 这件事我相信大家读了这么多年 就应该听了这么多年的 与其讨论这个话题 我今天想讨论一下 到底拔税给了什么呢 拔税其实给了很多东西 第一如果你真的有听书的话 它就绝对给你那些知识 那当然是你有听书 第二它绝对会给你朋友 留下你左右旁边 否则你很不喜欢的人 那就是你朋友 也会给你很多复华活动的机会 例如sports for all program 会有音乐,有 orchestra, choir 也会有很多学术性的东西 或者是什么Olympiad 那些我永远都做不了 甚至会有很多在社会 各个业界的一些人际网络 例如说很多高中同学 都会有一些intern的机会 那学校给那么多东西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给一些自信 给一些勇气 然后去尝试 那我用了我自己的故事 一个例子 那怎样去给一些自信自己 给一些勇气自己去试 那话说 我在中四那一年 上第一堂PE堂 那我就很无聊地在这 有个小小小小大大 那我起来吃小胃糕 那有时候张尹尔看到 就过来问我 你玩不玩龙洲 我打算了 我打算了 76kg 坐在龙洲那边 加水红会沉 我现在走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小弟我身高不足1.65米 重76kg BMI差1分就變成癡肥 你跟我說玩運動、龍咒很嚴重 真是沉沉 城門河,水很骯髒 不骯髒就被人笑死 大家一句,死肥仔做浮鏢 那也好雨 雖然我猜到應該會雨的 但試一試好像挺好玩 那笑完之後 其實笑我不是說真的笑得很mene 又不是說很牌子 那進去後發現 同班的有很多人跟我一起進入龍咒 那我自此一起努力 那一起努力 那你就很自然在很多你看的動漫、故事 一群朋友一起努力 練一些運動 那當然有強敵 那我們龍咒的對手是甚麼學校呢 叫做航海學校 赤柱航海學校 赤柱航海學校 第一點頭就是 航海學校 人家學校的名字是航海 我怎麼通人玩 那時候 家一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輸硬死硬 怎麼辦呢 那最後 又是 算了,頂硬上 給我一點自信 可能可以的 可能可以的 看我皮膚大隻 一點力也有的 那最後呢 又不知為何 很神奧 好像一些 動漫故事一樣 又真的被我拿到第一 是有一點沒有天理的 不過我又不知為何拿到 那這個事實證明了 那其實之後 你有一點視訊 你敢去試 有沒有人說 你一定不行的 因為這個76kg的肥仔 竟然在學界 有一個運動的獎 簡直是奇蹟 是不是 那其實呢 重點就是 千萬不要害怕 要試一些新的東西 沒有人說你不行的 是你自己說自己不行的 那我給大家一點 例子 話說小時候 我經常都怕自己不行 覺得自己不行 那不行就怎麼辦呢 就是找藉口 找什麼藉口 就是說 我這麼小 為什麼要學這些東西呢 然後再老一點 就說 我也這麼老了 我還怎麼學呢 那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我從小學一年級 開始到 去到中學的時期 學了兩次講琴 一次就說我太小了 所以記不到琴譜 第二次就說我太老了 我也記不到琴譜 也都因為小學 玩劍擊 全世界都是這麼瘦 我就說 不是我太小了 太瘦了 所以我不玩劍擊 就這樣 放棄了人生中 比較有興趣的幾件事 直到去到去年 一個暑假的攝影 我才真的 真的 好像了結了一個 bucket list 這樣的東西 讓我再試一次 玩劍擊一次 那就是說 你真的不要怕魚 不要怕老 如果真的有興趣 你就去試 你不要永遠找個藉口 我太老了 我太小了 我不行 我不行 你去逃避了一些你想試 新奇的東西 學校給你這麼多東西 其實有些東西可能就很奇怪 跟我說 我去玩中國武術 大家可能看IG 看到一個項目 說他都是黑社會之一 然後你就黑人問好 然後覺得好像進去好魚 其實又不是的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那就去玩 我也是其中一份子 是 做promotion 重點就是說 你不要怕別人會 因為你玩的不同活動 或者因為你做的事情做得差 而去笑你 因為 雖然可能他們真的會笑一下你 但是 也不是說一些 很刻意地去侮辱你 反而你身邊的同學 會是來支持你的 你更重要的是 就算別人笑兩句都好 那起碼你先試做些事情 起碼你不會有遺憾 如果我當年 少了一年班 去玩劍擊 堅持下去 可能我現在是劍擊隊隊長 可能是港隊 代表香港比賽 你不會有這樣的遺憾 希望台下各位 不要做 跟進犯同仁的錯誤 不要讓自己後悔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在學校給到你的機會 例如說 不論是學習 只會覺得老師多不適 你都會聽說 之後 覺得 這個 自己多差也好 有什麼委員會的機會 或者去不同的 Club 人數做 的機會 你又去試一下 希望大家爭取 所有你可以爭取的機會 不要留下 張學生涯的遺憾 謝謝大家